台東鹽民將布隆族人重返 中央山脈內本路傳統領域 一起跨出回家的路 今年回家的隊伍多達六隊 除了傳統的路線有鹽品領到路上外 也將有從高雄藤枝 與屏東霧台的橫斷隊進入 很多的認同的Gaviar 認同的朋友 自己組成隊伍 從西部 不管是從大鬼湖 還是從藤枝 就是下切到內本路 然後在老家那個地方進行會合 然後再一起下山 15號出發的第一梯隊 隊伍中除了有小學生 也有一些認同支持布隆族人的 其他族情朋友 就是可以那個 知道我們布隆族是哪裡來的 還有那個我們以前的戰史 那個歷史 感覺我自己在裡面 很深深的被感動 雖然我是平地人小孩 在這個歷史的格局裡面 各民族有著不一樣的過去 但是我們會有共同的未來 所以這樣子的互相認識 跟老酒非常重要 重返內本路傳統領域 全員將背著40多公斤的重裝 徒步120公里 約6到7天的路程 才會抵達舊部落 在山中 將停留一個月的時間 透過生活時間的方式 學習成為布隆族人 內本路重返傳統領域 已經今年要邁入第16年了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去年2月份 研究民主委員會頒布了 所謂的傳統領域化設辦法 那這個辦法對我們來說 是很會轉彎的版本 那不管是碰到私有土地 還是碰到自行同意的這個權利 都會跳過去 我們的老人家 雖然已經很少了 總是從他們的記憶的路上 我們跟著他們的記憶走 我們也找到了屬於 無論該要有的樣子 台東沿平鄉的布隆族人 從2001年開啟重返 70年前 曾被日本人強迫圈裡的主基地 內本路 並將該年定為內本路元年 其中火頌家族更開啟了美眠 帶著禍衣重返主基地的運動 一起在山林裡生活 蓋家屋 建立空間歷史的主體性 並傳承山林知識跟技能 持續為將來的自然資源共管 設置自治而努力 演示新聞 法務爾台東沿平 採訪報導